大家好,我是爱分享美食的兔麻 今天我们做一道韭菜水煎包子 口感酥脆,味道鲜美 下面我们一起开始吧 旁中意倒入500克中筋面粉 放入10克白糖 3克盐 5克酵母 搅拌均匀 倒入280毫升温水和面 憋到憋搅拌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 面粉和面粉的吸水性不同 注意水的用量 搅拌成絮状 下手活成一个软硬适中的面团 盖上饧面,两倍大 现在我们来准备馅料 碗中打入3克鸡蛋 放入少许盐 搅拥 锅中倒入油 油温烧热,倒入鸡蛋液 快速搅散,撑出来晾凉备用 将洗净的一小把韭菜切碎 切好放入盆中 把泡好的木耳切碎也放进去 泡好的纺丝切碎,放入盆中 倒入炒好的鸡蛋 放入胡椒粉 大料粉 花椒粉 干姜粉 放入两勺生抽 蚝油一勺 20克植物油 锁住韭菜的水分 再来点香油增香 把所有的馅料搅拌均勻 放一旁备用 面一饧好 按板上撒上干粉 放入饧好的面 揉搓排气 揉鱼 然后放成两半 把面搓长 切成均等的剂子 一个剂子大约30克 揉鱼盖上 最后给馅料放入适量的盐 在这里说一下 盐不能放得太早 不然会撒出韭菜的水分 包的时候不好操作 搅拌均勻 我们的馅料就拌好了 拿一个剂子擀鱼 放入馅料 然后把口捏紧 放到案板上 盖住二次饧面20分钟 碗里放入一勺面粉 倒入150克水 搅拥备用 平底锅里倒入油 油温4成热 把饧好的包子捏口向下 这样通过油接 会增加包子的酥脆感 接上两分钟后 底部变色 倒入面粉水 慢过底部 把锅盖盖上 小火接六分钟 当你听到水的沸腾声 转成油接的滋拉滋拉的声 关火 再蒙两分钟 打开锅盖翻个面 看一下底部金黄 咬一口里面的馅料鲜嫩 口感丰富 特别的好吃 喜欢的朋友快收藏起来 有时间试试 这期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留言加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吧